科克斯蒂文斯,薄命翻带 大家好,大圣 今天的回顾景点带大家回到1980年的斯诺克世锦赛的半决赛 巨峰阿里克斯西金斯 对阵来自加拿大的白马银枪少侠 科克斯蒂文斯 少侠刚才用一杆薄命翻带挽回了一个赛点 不过这一局又再度陷入了困境 斯蒂文斯还有机会吗 本届世锦赛绝对是加拿大选手迄今为止的最高光时刻 两位加拿大选手同时闯入了半决赛 另一位闯入半决赛的加拿大选手 是枫叶国的绝对一哥克里夫·桑本 那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表 下面咱们回到比赛当中 巨峰获得了一个中带进攻的机会 红球打进,完成了超分 由于实在没有好的进攻机会 巨峰非常难得的选择了一杆防守 不过防守明显不是巨峰的强项 上方的红球漏了 目前巨峰仅超了两分而已 斯蒂文斯应该还有机会 红球虽然打进 但是白球停的位置有点尴尬 柯克斯蒂文斯的人生最高光时刻 应该就是在1985年的大失赛当中 创造了大失赛有史以来的 手杆要死器的记录 同时也是二哥吉米怀特 内杆世纪扎杆的背景地 退无可退 柯克斯蒂文斯强行进攻中带 粉球打进 斯蒂文斯给自己保留了最后的希望 来看这看白球的中肝发力漂亮 肝发力度拉捏得恰到好处 白球藏在了咖啡的后面 巨峰则不加思索 看都没看角度 直接开解失误了 果然防守不是强项 白马银翔少侠再度看到了希望 分数已经够了 巨峰领先32 桌面还剩35 正说巨峰的防守不是强项 反手就给大圣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杆三酷的找黑防守 恰到好处 把难题重新又交回了 斯蒂文斯的手上 右边没有一酷的线路 左边三酷 哇哦 差了一点点 巨峰再度完成了超分 更不幸的是 白球停留的位置形成了飞波 但是看看巨峰 根本不屑一顾 明明可以打粉球 但是偏偏就要进攻 难度高得多的红球 赢就要赢得光明正大 赢就要赢得让你心服口服 来吧 黄球咱们再甩一杆 另外一场半决赛 加拿大一哥克里夫桑本 战胜了逍遥子雷利尔顿 已经率先进入了决赛 巨峰与桑本 一阵一斜 一快一慢 独孤九剑对上画骨绵长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更重要的是 那场决赛之后 引发了一段 两人长达三十年的恩怨 课中精彩故事 敬请关注下集 决战1980之 速度与激情 白马银枪少侠 创造了自己的斯诺克 设计赛最好成绩 而巨峰的脚步 还没有停下 他的目标 当然是 建制 克鲁斯堡的王冠 关注大圣张旧频道 让我们一起回顾 大圣们的真容岁月 下一集将为您带来 决战之夜 千万不要错过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大圣